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趋势新指标 我是黄梓东 今天是4月25号 如果光以加权指数来讲 今天吓坏我们台北股市的投资人 下跌256点 美股的财报周重头戏都还没开始 大家全部已经跑光光了 那我们今天稍微来解释一下 你看见我的测标 今天是每一个族群基本上都全倒 那今天有人在社群平台说 老师你这一段期间 你们把主轴放在伺服器还有绿能 那最近红的是探权 老师你这些族群 今天是不是出问题了 那首先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大盘的部分 你还记不记得三月底的时候 我们怎么规划大盘 第一个因为我们是有在带期货跟选择权的 有在操作衍生性金融商品 所以上个月三月二十四号 我们说一个高点一五九二一 当然四月的高点是在一五九六级 但是四月的这一段因为没有放量 所以这一段我会认为它就是延续三月底的高点 你就以一五九二一来算就可以了 那你还记不记得来这段期间尤其是今天 突然你会发现市场上面很多人前一段期间还在跟你介绍什么 有些什么好股票跟你介绍探权 你怎么发现它今天开始莫名其妙 开始跟你讲它手上有一些空单 空单又开始大获全胜 你有没有觉得它每天都讲的不一样 相反的针对大盘看空这件事情 其实我认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因为我们平常有在关注期货 有在关注选择权 来两个礼拜之前大盘的部分 我们早就在做空了 我是不是跟投资人这样子讲 我说不要轻忽这一次的盘势 本来不管是大盘或者是个股 本来就没有天天上涨的 修正都非常的正常 两个礼拜之前我们就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说今天大盘修正的超乎我们的预期 我们也是修正 但是方向看空 我认为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倒不用讲的说 好像把认为这个地方可以做空 把自己当神一样 没有这么了不起 灵活操作 但是我们提醒一件事情 来 三月底的时候我们说关键点位在15445 今天有没有破 今天破了 今天破了我们就按表超课 指数的部分 两个礼拜之前我们就在执行我们的空单计划 那现在有没有变 现在没有变 只是这一次的盘色来得比我们大家想象的还要更凶猛 来今天稍微修正一下 如果今天他破线那你就可以这么规划 去年的11月 大中小走的是出生段 不好意思出生段 后面去年的12月走的是主生段 那今年的3月15921来导播稍微放大 除了规划菱形之外 因为今天破线了 菱形你规划成头部形态 15921这一段你可以当成第五波 走完了这一段后面甚至还一个小逼波 小小创高 那我有跟投资人讲过 这一段对我们而言 其实很轻松啊 往下做 但是对一般散户可能就认为 不是在攻一段吗 小逼波容易假穿头 这个地方我们没有等闲适之 今天破了 今天4月25号 15370破线你就转空 下一段的支撑我们先看14910 针对大盘的部分是这个样子 我们就解释到这个地方 投资人清清楚楚 我们按表超客 那个股的部分呢 其实就稍微麻烦了一点 因为这一段 我们在跟投资人建议 从来没有去建议过台积电这一档股票 它是不是护国神山 它当然是护国神山 但是这一段期间甚至到今年的下半年 针对苹果这一档股票 如果你平常有在关注美股 我们是不是一起讲 我说苹果我们也是不看好的 所以台积电的三大客户 第一大客户 基本上三只脚先倒一只脚 所以我们没有在这个地方 推荐过台积电 但是回过头来讲 我们不是见掌缩掌 间谍缩谍 今天盘氏虽然长这个样子 但是台积电的第二大客户 我们却是看好的 因为我们看好伺服器这个产业 我认为 即使今年会做一些下修 但是今年2023年 还是在正成长的情况 所以台积电的第二大客户 第一个 我们没有推荐台积电 是因为我们不看好传统市场 比如说一些 甚至是一些软体的部分 第一个手机硬体的部分 notebook硬体的部分 我们也是看下修 软体的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也没有看好 所以先倒一只脚 先不推荐台积电 但是不代表台积电所有的客户 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地雷 我认为这个报导是有问题的 相反的来 你还记不记得一个月之前 AMD台积电的第二大客户 股价才创下新高 这一段期间市场上面很多人 突然开始跟你讲 他放空成为大赢家 美股也看衰 台股也看衰 第一个 我说我们没有这么厉害 昨天还跟你介绍说伺服器 还跟你介绍一些探权相关概念股 今天突然没有了 今天突然全部转空了 倒没有这么厉害 这一段期间我认为 市场上面很多人开始跟你讲空 他绝对不是今天第一天开始跟你讲 他可能从去年第三季 就开始跟你讲了 一直每天跟你讲空 每天跟你讲空 有赚钱吗 早就已经被嘎到停损了 那今天突然冒出来跟你说 什么大获全胜 那种东西你听听就好 这半年如果你去做AMD 基本上是多方大获全胜 他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伺服器新的机种 关于AMD这一档股票 甚至关于这个族群 我们留在节目的下半段在讲 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你可能会酸溜溜的讲说 老师那是因为你今天的 你的多单赔钱嘛 所以你才讲说 那些做空的人都没有赚钱 来 真的是这样子吗 来 这一段期间 针对绿能 我们再把族群做一个限缩嘛 因为这一段期间老实说 股票是越来越不好找 那我们带投资人买进一档股票 6874的贝利 来 6874的贝利 刚好我们今天准备了一支VCR 昨天的VCR 来 导播 请 我们跟投资人讲6874 我们讲的是碳足跡 倒不是碳补桌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跟你说 碳足跡也可以 碳补桌这个也是一个议题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提醒投资人 最早在做碳补桌的 其实是美国的原油商 那这件事情曾经有被人家踢爆 说你碳补桌 其实第一步你就是先去侦测碳足跡嘛 那哪一个地方生产最多的二氧化碳 我就去捕捉然后封存 但是有些人讲说你在捕捉的过程之中 其实也就没有很节能减碳 第二个缺点成本高 你去侦测这件事情 比较没有花什么成本 因为那是软体平台上的工作 但是你如果要去封存 很多人这几十年来 其实就有被讲说 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骗局 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讲说 碳补桌也是一个相关的议题 你要稍微小心 目前为止我们做个股 我们是仔细的帮你侦测 哪一些个股是真正受惠的个股 哪一些只是别人乱讲的 好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那我们先来破除几个谣言 来 昨天的VCR 我们推荐的是碳足跡追踪软体平台 因为现在市场上面在讲碳权 你会发现有些人跟你讲的名词 怎么各式各样的名词都有 包含什么碳补桌 但是我们刚刚的VCR 我们先请投资人澄清一件事情 我说其实碳补桌 到底以我们台湾来讲 这个符不符合成本效益 你必须要打一个问号 所以市场上面 如果有些人跟你讲的个股 他跟你讲的题材 是碳补桌 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相反的我昨天的那一支VCR 从头到尾只讲一档股票 不是像别人那样洋洋洒洒说 碳权啊 什么农林也是啦 华子也是啦 每一次一个新题材来讲 你会发现他全包 那事实上 我们的会员不可能每一档个股都买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关注一个议题 真的深入去研究 你会发现 我们会找到最好的那一支 上个礼拜4月20号 这一档股票 我说那他是因为他做的是 碳足迹追踪软体平台 没有碳补桌 因为碳补桌会耗费过多的成本 但是碳足迹软体平台 就是负责追踪而已 基本上算是一个五本生意 6874的倍率 刚刚我们的VCR拿出来的是这一张 当初的K线是4月20号 这一档股票 我说第一个 主力的筹码指标告诉我们 主力现在正在进行买进的动作 他们是增加筹码 6874的倍率 但是你发现从K线来看 K线还没有创高 股价还没有创高 是筹码指标先创高 这就是这套工具好用的地方 所以这一个地方 是让你进场买多的 6874的倍率 4月20号 我们先破除一个谣言 来我们有没有酸溜溜 今天这一档股票 仍然持续涨停板 仍然冲高 我们跟你讲的时间点 跟你研究的K线 是4月20号 上个礼拜的事情 还没创高 后面4月21号 冲高 4月24 昨天礼拜一 一根涨停板 今天直接继续锁死 6874 所以其实我们没有酸溜溜 顺便破除一下这个谣言 我们的伺服器跟碳玄 今天盘是大跌250点 个股都被到货了 有吗 6874的碳足迹 这一档股票 今天持续涨停板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们提醒一下 今天这样的盘是 毕竟是大跌256点 我们后面也会开始进行一些 比较灵活的操作 例如说这一档股票 投资人可能会归类为 好像是一档标股 那我们就不会持有太久 我们会适时的做一个获利了结 然后再进行低阶的动作 来回操作 灵活操作 来 6874的背利 所以我们先解决投资人一个疑问 我们被到货了 那我今天看到这件事情才说 大盘是大跌没有错了 可是我们挑对的族群 今天股票也很惨 有吗 没有6874的背利 来 那这一档股票可能有一些投资人 心脏没有这么大颗 也不是跟着我们操作 所以你可能错过这一档 我说当初我们还有介绍投资人 几档比较稳健型的股票 第一个嘛 要不要去买台积电 不要嘛 先避开嘛 台积电既然我都叫你避开了 来 你会不会跳到这一档股票 3443的创意 也不会嘛 因为这一段期间IC设计成为重灾区 少数几档例外 等一下节目的下半段 有时间我们来提 好来 这些股票你先做一个避开的动作 我们在节目上也没有推荐过 我们推荐的是什么 我们推荐的是探足机追踪软体平台 6874的背利 可能你以前还不熟悉 那我们是不是一档一档的跟你做介绍 甚至我说有没有比较稳健的 也有嘛 来1722的台肥 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我们把创意跟台肥 两档股票放在一起做一个比一比 我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的对比教材 因为为什么 因为有一些投资人挑创意可能会说 老师不对啊 创意前几天才公布说他现金股利发14块钱 市场上面全部看好 但是我说那是一个陷阱题 你去看公司发股利 你要去回推他过去五年 是不是也是发到同样等级的现金 然后再往后推后面五年 是不是也同样的现金殖利率如此之高 如果你往前回推发现过去跟未来都一样 那这一档股票或许你可以用价值型投资法来进行操作 但是创意只是今年宣布说 因为2022年获利不错 所以今年发的是去年的获利 所以这叫做陷阱题 相反的来我们先看股价 来1722台肥这一档股票 今天仍然是一个小跳空 你说老师今天这档股票有涨很凶吗 其实也没有 小涨0.34% 我们当作每一涨今天维持平盘 我认为我们挑到一档这样的股票 这样的盘式大跌250多点 能够这样子安身利逆 小又多赚几个tick 别人再大跌 你能够先在这个地方撑住 我认为未来后面其实就有机会 来1722的台肥 甚至市场上面很多有一派的投资人 其实已经不把它当肥料概念股 会把它归类为房地产概念股 因为它是南港的大地主 今年有没有新的开发案 南港经贸在C2到C4的开发案 又持续开发 以前它的租金现金流是18亿 现在这个部分租金未来会提高到20亿 所以现金股利是不是拉高 那它是南港的大地主 租金的这个部分 你早就可以往前回推五年 接下来新的开发案 你是不是又可以再往后推五年 这个部分是基本面 那它当然还有一个额外的利多 这个是市场上的投资人比较没有想到的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讲到 最近讲到碳权 你会注意在一些造子相关概念股 当然我们有讲 我们说可以制造碳权这件事情 未来会卖多少价格 新平台能够在这个地方公开透明 我们是乐见其成 但是等到今年的下半年 我们先看看到底这些绿碳蓝碳 以前可能是到中国到新加坡去卖 比较不公开 比较不透明 现在公开透明了 有没有带来一波获利 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回过头来 第一个短线的一些题材 投资人可能没有想到1722的台肥 做一些健康食品的 结果后来他们发现说 原来我们的这些食用枣 原本是健康食品 原来这个叫蓝碳 原来是可以帮忙吸收二氧化碳 所以我们不是 我们做股票 不是去操作市场上面投资人 都知道的一些利多消息 我们是去操作一些市场上面 还不知道的利多消息 但是未来会实现 所以这几个部分 我们认为1722的台肥 是相对有称的 甚至我们来细聊一下技术面 我说从去年远的不谈 我们就谈这一段 操作技巧很简单 每一次MACD的柱状 从负的转为正的的那一刻 我们往前回推历史 2022年10月21号 价格在51.6块发生一次 今年的1月9号 价格在53.6 又发生一次 你每一次因为我们把它当一个波段谷来操作 波段谷 MACD这一套工具就派得上用场 只是我们稍微额外讲一下 因为这个参数的部分 我们是有做修改的 毕竟我们是专业人士 所以你的图可能跟我的图有一点些微的差异 来总而言之 我们以历史来借进 发生过那最近一次发生是4月11号 价格在57.5又发生了一次 每一次MACD从负转 负转为正的那一刻你进场做买进 你会收到不错的奇效 当然比较进阶的就是你等到MACD这个地方 开始超买了 你要进行一趟短线的获利也无不可 1722的台肥 来今天能够逆势 没有说赚多多了 57.5买 你今天57.9算打平 但是能够安身立命 但是回过头来讲 我们跟你讲的这些股票 不是乱讲一通 不是跟你说什么探捕桌也算 因为我们刚刚的VCR 其实有跟投资人讲 我说探捕桌这件事情 接下来的盘势 你会越来越难操作 很多人昨天才跟你讲一些相关的概念股 今天不讲了 因为我说探捕桌其实不算是新的技术 也不算是新的题材 其实这十年来 如果你有去研究美股 你会发现这些石油商 其实早就在做这件事情 但是为什么打一个问号 也没有这么严重讲骗局 是讲说你为了去做一个探捕桌 你所耗费的成本 基本上你去捕捉探 甚至去做封存 中间的这个过程 可能也没有多节能减碳 第二件事情 那它的成本究竟符不符合经济效应 你必须要打一个问号 所以回过头来 今天我们有没有乱跟你讲一档股票 说什么 你看农民也算 跟你讲莲华也算 没有嘛 我们就跟你讲六八七四 因为他做的是五本生意 当然回过头来讲 如果你说莲华这一档股票 1229莲华这一档股票 老师今天它下跌 那它今天下跌是因为一个额外的原因 今天它的彰化场发生火灾 那这一档股票我们也稍微提醒一下 投资人如果你是 不要说你做股票了 我们是一般民众 如果你是公司的作业员 那这个部分你就稍微去留意一下 它倒没有这么夸张 其实这一档股票多方格局 今天只是一个额外的利空 后面其实它是有机会的 但是不是因为什么碳补桌 而是因为第一个 它之前有切入到军工 你要去注意 它公司碳足迹的部分 我认为公司把这一块做好 其实未来才是针对 不管是传产 或者是电子产业 未来才是利多 所以这一档股票甚至这个族群 基本上如果你要去研究 你就好好研究 不要只研究一半 那莲华气体之前 之前也有说像今天是一个 北斗场大火 这个部分我认为算是非战之罪 但是莲华后面 其实它真正的利多在哪个地方 投资人你必须要厘清 所以我们今天先把我们的几档股票 先介绍的清清楚楚 那如果你手上的不是这些股票 留意一下 该调节的还是要适时做一个调节 那你不知道你现在你手上的股票是该去该留 你先做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不会收你任何的费用 你就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扫描这个QR Code 这两个QR Code一样 或者是你可以用搜寻的方式 但是如果你用搜寻的方式 小老鼠不可以少打 你进来跟我打一个招呼 因为现在市面上诈骗集团还蛮多的 甚至我们的头像 我自己本人的头像也被人家利用过 那你进来先询问一下 老师是不是你本人 那免费的 你就去做一个个股的询问 你要在下面里面填表单也可以 或者是你把你自己股票的成本告诉我 我帮你去看 可不可以留 这个部分是免费的 因为今天的盘事叠得有点凶 我相信投资人会心慌意乱 那中间广告休息时间 你就可以先扫描 节目的下半段回来 来我们做一个总结 想了解最近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你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2781 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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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股真心照顾 运达投股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股公司之一 投股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成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股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 2781 0909 爸爸 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 因为我们是知道啊 我懂了 对方是干道 不管执行或转弯都拥有优先通行权 没错 只要设有停让标志 标线或闪光红灯的就是知道 应让干道车先行 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或者号制呢 那就进入路口时 少限车道让多限车道先行 车道数相同 转弯车让执行车先行 两边都执行 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 知道让干道 安全最有道 好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不好意思 时间不太够 这档股票最后我们就交代一下 既然前面我们有介绍过 来 3693 的银帮 还有些人可能会讲 老师这档股票 来 今天杀跌停 那这段期间它已经进入分盘交易 我们也没这么厉害到今天转弱了 我们就顺势做一个了结 我们是赢家还输家 当初我跟你介绍的时候 就这一段 100 出头 今天你卖就算你卖得慢一点 卖在 190 几块钱 还是大获利 有些人跟你讲说什么 你看反手做空大赢家 那是一个骗局 这档股票根本没有卷 很多股票基本上是到明天 26 号 才开放开始可以空 所以什么这段期间做空已经成为大赢家 你自己也要打一个问号 这个地方你能够持赢保态 先做一个获利了结就很不错了 那你的股票该去该留 麻烦你做一个动作扫描 QR 扣 进来里面做询问 这样子我才能够帮到你 节目时间就到这个地方 投资人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要不错 什么 偷喝啤酒 偷偷记过 这是绿茶 误会咯 误会咯 不懂我素交吗 明明就是啤酒 还有酒味 不行你喝喝看啊 是啤酒 还是绿茶 好好喝喔 好好喝喔 请你来鉴定 碧牙绿茶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 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两心的事业 面对的